保罗做了些什么呢? 保罗说,我来劝勉你们要记住 你们要记住神很具体的爱 我想要记住神对我的爱 因为神的爱 所以我有一句很喜欢的说话就是 当你在黑暗里面不要怀疑 特别当你可以见到这个亮光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来生活 所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 提醒他们,你们要记念神的爱 而这个爱是很具体,也是很真实的 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个理论 而是一个事件 而是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事件 而这个事件就很清楚表露了神这个具体的爱 而我们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基础上面 不是他讲了什么说话 而这个十字架也是这样开始的 所以在十字架开始的时候 就在摩西这个教育里面就颁布 我是要求你的神 我是将你们的救赎脱离埃及遗奴之地 不是说我就是要求你的神 我是向你讲话的那一位 而是神成就了一些事情 而保罗就说你要记念神在你身上所做的那些事情 然后就将你身体献上 你的身体 他没有说你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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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你现在你这个身体 就是说我这个很具体有问题的我 就是我现在那个我 而神所要的就是现在这个有问题的我 就是你能够献上的你就来献上 我们不是叫人献上他的灵性 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灵性是怎样 只是将你的自我来呈现给神 而是神祂是使你整个人来在一个健康的状况里面 他说不要让世界来压缩你 让世界来压缩你 而是你不是在他的控制里面 让神来改变你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词 然后说透过神所给我们的恩典 也是心里面很喜爱用的一个字 然后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这个恩典就是神令到我们觉得惊喜的那些爱 这个字就是表达这个恩典 这个字就是表达这个恩典 就是由这个它的字根就是由chara这个字而来 而这个chara希腊文里面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喜乐 而这个字就是表达喜乐 而这个chara就是表达喜乐 而这个chara就是表达喜乐 就是那种喜乐是令到我们觉得惊喜的 and the long form charis 然后charis 这个比较长的字 就是表达恩典 就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令到我们感到惊喜 and the extra long form charismata 然后charismata 这个字 charismata is the word for gift 然后我们大家都会熟悉这个字就是表达这个恩典 like the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就是指到这个圣灵所给我们的恩典 are the charismata 就是用这个希腊文 charismata来表达 and if you put an eu in front of charis 那如果你再前面加上希腊文的 eu的时候 eu in greek means good 大家都知道希腊文里面答好 and you put eu in front of charis 那你在 charis前面加上 eu的时候 and guess what word that is in the new testament 那在神里面变成了什么的字呢 thanksgiving 就变成了感恩 thanksgiving 我们表达在神里面前的感恩 that's why we call the lord's supper the eucharist 所以在一些教会里面就称这个圣餐 就是一个感恩祭 the thanksgiving 就是一个表达感恩的一个祭 for the grace of god 因为神的恩典 and the joy of god 神的喜乐 that's why the lord's supper is a joyous piece 所以这个在主餐的时候 我们来向神去表达我们的感恩 so that's the word that he uses now charis 就用这个字来表达 by the grace given to me I bid every one of you to think of himself not more highly than he ought to think 憑着神所必要因对你们各人说 不要看自己果于所当看的 but to think with sober judgment 是要照着神给我们的信心的大小 each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faith 能够看得合乎中道 that god has assigned him now guess what the word is that is here in your text called sober judgment 在和合本里面 就没有一个这样的翻译 就是表达 就是看得合乎中道 two more words I have to give you 想给大家两个字 all right he said I don't want you to think with hyper I don't want you to think with hyper 而我是想你的就是能够看得自己 是有这个清醒的头脑 and that is healthy 而这个就是健康所表达的 I want you to have a healthy mind I want you to think with same thing he said to Timothy 是能够看得在和合本里面的翻译 合乎中道 其实的意思就是一个清醒的头脑 not hyper 不要是一种高看自己 but healthy 而是很健康 正確地去看自己 是不是很奇妙呢 而每一個都是按藥神 給過我們的陰典 來量度 這個信心不是使我們對自己 有一個很誇張的看法 或者將自己看得太低 而這個信心就是你最重要的 就是記得神是愛你 於是你就對自己 有一個健康的看法 於是你就能夠留心的 就是你如何有 對自己一個健康的看法 所以第一個很關鍵的字 你要有一個健康的看法 就是你要記念 你記念 所以保羅當他跟提摩泰說的時候 就是我提醒你 我要你記得這些事情 所以保羅就要提摩泰 你都是記住他的信心 當你在黑暗裡面的時候 你要記念 你在光中裡面 你在其他時候見到的光 什麼東西我們要記住呢 我們要記住神對我們的愛 然後我們跟著又去挑戰 我如何去看自己 不是由世界來向我定義 而是由神來定義 甚至乎我們的會友 不是由他們來定義我 是怎樣的目者 是神來向我來做這個定義 是用他的愛來定義 我是一個怎樣的目者 然後保羅就說 因為這個神對我們的愛 於是我就能夠對我自己 是很現實地看待自己 我不需要來到泰國高漢我自己 我是一個健康的心思 然後跟著他講 他繼續說 譬如一個身上有好些肢體 而這些肢體是構成這個身體 亦不都是有一樣的用處 所以我們這許多人 在基督女成為一身 互相聯絡作肢體 而這個就跟臨前十二章所講的 是非常的接近 他講的是同樣的東西 於是我們就有不同的恩賜 就用charismata這個字表達 而這個的恩賜 就是從神的恩典而來 然後我們就有不同的這些恩賜 神所給過我們的 那我們就去用神所給過我們的恩賜 我們看看保羅他怎樣用 他首先是令到我們得到釋放 你有一個健康的心思 然後你就跟著才有恩賜 然後你就去找到神所給過你的恩賜 可能有些朋友 一些的童工幫你去找到神所給你的恩賜 或者你的子女 可能會幫你去找到你有的恩賜 甚至你的敵人 有些時候都會幫你找到你的恩賜 在哪裡 就是你找得到你自己強於哪一個範圍 而這一切的恩賜都是從聖靈而來 從神的恩典而來 保羅就說你去運用這些恩賜 保羅在這裡就做了一個 我們就看到了 下面就列明了這些不同的恩賜 當然這張清單不是表達了所有的恩賜 只不過是說明了部分的恩賜 這個說二言的就按著信心的程度說 然後在中文的翻譯裡面 已經將這個服事翻譯到執事了 所以做執事的就繼續做執事 今晚就有另一個訓練就會給那些執事了 教導的就專一的教導 勸化的就繼續來做勸勉的工作 施捨的就要慷慨 然後那些人來給予人幫助的就應該欣勤 然後那些人來給予人幫助的就應該欣勤 然後那些人來給予人的就應該有這種的甘心 就是有這種喜樂的表現 By the way, the word for cheerful here is Hilaria in Greek 然後這個所謂甘心在希臘文裡面 就是用剛才所表達的這個字 And that's where we get the English word Hilarious Hilarious這個字就是從這個字引申而來 Is there a Chinese word for Hilarious? 就是表達那種的歡樂 Hilarious 就是用這個字來表達的 Let love be genuine 讓愛是真誠 中文就翻譯作愛人不可虛假 I have to say that the word for genuine here that Paul uses is very interesting It's a where it's this word He takes the word hypocrite 在中文的和合本裡面翻譯就是不可虛假 大家都知道這個虛偽這個字 Hiprogate這個字 And he puts the A in front of it 所以就在中文和合本裡面就加了虛假 就變成不可虛假 Now in Greek 在希臘文裡面 I need to teach you something about Greek You learned this when you were in seminary But 其實我幫你們溫回你們以前小學院裡面所讀的希臘文 大家都知道的了 These prefixes are important in Greek 大家都知道在希臘文裡面的部首那個的重要 This means health 我們剛才說了這個就是表達健康 EU means good EU就是表達好 If you put EU in front of something, it means good A means against A就是表達相反的意思 For instance, take the word theos, which is the word for God 之後 You put an A in front of it English 而在这里所用的这个字 在英文就是用真诚这个字表达 在和合本里的翻译就是不可虚假 就是远离那种的偽装 就是远离那种的假冒 其实就是和前面所说的 我们怎么样来看得自己过高 他因为如果你看得自己太高的时候 你很容易将自己来看伪装或者假冒别人 这里所说的就是表达那种真诚 我想你是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你是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 所以你不要看自己看得太高 或者看自己看得太低 我只不过是一个的人 我都是神所爱的一个的人 所以我想我的爱是远离的那种的虚伪 然后下面就说恶要厌糊 这里就很有趣的了 这里就很有趣的了 因为这里所用的邪恶这个字 就用parneo这个字表达 那就是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就指到这个魔鬼 然后那个恶者就用另一个希腊文来表达 然后第一次这个parneo这个字就是从色情的文学 pornography都是从这个字演变而来的 就是parno这个字 这个parno这个字就表达是扭曲 就是表达 就是表达 就是已经是扭曲了 就是说我们要去远离这些不好的东西 我们要去避开它们 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希腊文 我就不想写在白板里面 so he says let your love be away from pretense 首先听说你的爱远离那种的虚伪 and shrink away from what is evil 同样都能够去避开了远离了那些的邪恶 I think that's better than saying hate what is evil I don't like the revival I didn't like that they put here hate what is evil 所以我觉得英文又好中文又好的翻译 就是恶要厌糊是其实不能够表达它原来的那个意思 就是我们来去远离那些不好的东西 是和这种邪恶的事情是没有相关的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接触 It's like when you think of the devil you shrink away from temptation you yield not to temptation you stay away 所以当我们说想到这个恶者的时候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远离这个恶者所给的我们的试探 所以我们就尽量和他远离是最好的 shrink away from the temptation of the devil shrink away from evil 所以我们就远离这个恶者所给的我们的试探 好 好